你呀就是典型的当妈是择偶 所有的事情大包大揽 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儿子 而不是恋人 所以造成了他今天这样啊 你有50%的责任 所以一定不要大包大揽 如果谈恋爱就轻轻松松地谈恋爱 不要当妈一样地去谈恋爱 太累了 而你呢就是那种典型的眼高手低 叫这个工作苦 觉得那个工作累 这个世界上哪个工作不累啊 我告诉你一个真理 努力不苦 不努力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苦 你现在偷得懒 以后都会成为你的债 要来偿还的 不要以什么去看他 什么爱他 所以没有时间工作为借口 这都是你以我爱你为方式 做尽了自私的事情 所以先学会成长吧 成长为一个男人 懂得担当 懂得男人的责任是什么之后 再来谈感情 祝你们幸福吧